2020年5月15日 也是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一周年之际 美国再度加强了对华为的封锁 在获得美国商务部行政许可之前 限制全球所有的半导体相关产业为华为服务 一时激起千层浪 不仅仅台积电表示可能无法再为华为提供代工服务 中芯国际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6月1号曝光的中芯国际招股说明书中写道 据此修订后的规则 若干自美国进口的半导体设备与技术 在获得美国商务部行政许可之前 可能无法用于为若干用户的产品进行生产制造 虽然并没有说明若干客户是谁 但是5月美国修订的规则建制华为 显然华为就是若干客户之一 甚至是唯一 很多小伙伴都说 华为有能力设计芯片 为什么不自己造芯片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我是王总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 造芯片有多难 这是一枚封装好的芯片 内部有数十或者数百亿晶辟管组成的集成电路 让手机实现了看视频 玩游戏 拍照等等功能 芯片从最初构思到最终出货 大体可以分为设计和制造两大环节 由5厂半导体公司设计芯片 经年代工厂进行生产 也有芯片制造商可以独立完成设计和生产 比如英特尔和三星 细分来说 芯片的设计分为前端工艺和后端工艺 首先确定芯片的规格和功能 然后工程师利用硬体描述语言 将芯片的功能编成为代码 经过检查和修改 在计算和设计成逻辑电路 最终生成物理版图交给代工厂生产 世界上第一个公认的商业微处理器 由英特尔1971年发布 代号4004 跟404很接近了 集成了2300个晶体管 10微米的工艺 每秒运算9万次 而这款芯片的设计 完全是由工程师手绘 确认了数千个晶体管的排布 但是根据摩尔定律 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 每隔18到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 从1971年至今 芯片晶体管的数量 从几千飙升至10亿 甚至百亿 同时还不能出错 人工显然是无法完成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EDA 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机 工程师只需要以代码的方式 完成芯片的功能设计 之后交由各类EDA完成布线 验证 仿真 生成物理版图等操作 就可以交给代工厂进行生产了 根据加州大学康恩教授的计算 2011年 意媒SOC的设计成本 大约是4000万美元 如果没有EDA技术的进步 成本可能会飙升至77亿美元 EDA工具极大的节约了 芯片的研发时间和成本 目前EDA市场的65% 由芯片晶科技和尖腾电子 以及西门子旗下的 明导国际三家占据 而在国内 三巨头的市场份额 更是达到了95%以上 处于完全的垄断地位 而原因就在于芯片的制造工艺 我们常说的制程 这是组成芯片的 骑士场效应晶体管 由基板 原级 漏级和山级组成 而山级的最小宽度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10纳米 7纳米的芯片制程 山级越小 晶体管越小 同等面积的芯片 就可以容纳更多 更复杂的电路设计 这个很好理解 画的线越细 在相同面积的故宫下 画的线就越多 当然故宫肯定是不能拿来画线的 4月16日 台积电在财报会议上表示 5纳米将于2020年下半年 大规模量产 成为了目前工艺制程 最先进的半导体公司 也补一句 台积电在后面表示 麒麟的1020芯片 不影响生产 但是 新制程的研发 同样需要生产芯片进行验证 而EDA公司会和代工厂合作 同步新的制程研发软件 最终EDA三巨头的软件 和新的工艺形成了捆绑 想要跟上最新的制程 就离不开三巨头的EDA软件 我们可以不太恰当地 把它们比喻为 在故宫里面化线的AI机器人 而让最新工艺制程 实际落地的核心部件 也就是生产机器 就是光刻机 简单来说 它是利用特定的紫外光 照射光照下 涂布了光刻胶的晶圆 使得光刻胶变性 实现电路图 从光照转移至晶圆的仪器 原理和构造并不复杂 难处就在于精细程度 它有多精细呢 光刻胶的第一步是铺胶 经过输水处理的晶圆的中心 会滴入精确体积的光刻胶 然后利用高速旋转 形成厚度极其均匀的覆盖层 平均厚度控制精度 要在正负2纳米之内 随后就是光刻机最难的部分 光源 为了实现小于20纳米的制程 光的波长需要够短 目前7纳米的光刻光源为EUA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7纳米EUA工艺 极此外光 波长只有13.5纳米 太短的波长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吸收EUA 包括空气 所以整个光刻都需要在真空的环境下完成 而之后EUA还需要走过数个反射镜 最终聚焦照射在光照上 而为了确保精度 聚焦反射镜也需要足够平整 有多平整呢 如果反射镜的直径 相当于一个地球这么大的话 那么这个地球的表面最低点和最高点 不能超过一根头发的宽度 0.07毫米左右 目前能够生产光刻机的厂商 在全球有11家 但是最新7纳米制程的光刻机 仅有荷兰的阿斯麦一家 2018年 中芯国际向阿斯麦公司以1.2亿美金 购买了一台7纳米的光刻机 但由于瓦斯纳尔协定和一些你懂的原因 时至今日 阿斯麦的这台光刻机依然未能发货 这些专业软硬件 以及顶级技术的垄断和封锁 最终成为了我们进居芯片最新工艺的阻碍 也成了美国掐住华为 乃至中国自主芯片进步的手段 2019年 中国半导体芯片进口达到了3040亿美元 接近原油的两倍 占比全年进口额的20% 这是一个又小又巨大的市场 但凡不能毁灭我的 必使我强大 上个世纪90年代 美国突然解除了对我国的EDA禁令 而美国的EDA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 打乱了国内自主研发EDA的道路 7月9日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在NanoLiters上发布了一篇研究论文 报道了一种使用激光而非EUA实现5纳米的光刻技术 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 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 从研发到量产成光刻机 还有大量的技术需要突破 还有超级漫长的道路要走 目前国内全自主技术的光刻机 可以实现22纳米支撑 而这项技术差距与国际一线相比 还有至少10年的代差 科学没有国界 但在全球贸易的制衡绝珠之中 技术它确实是有国界的 非核心技术全球分工 核心技术方面落后真的是要挨打 无论怎么样 自然成为了最后的道路 他有你有都不如我自己有 OK更多内容和精彩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B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 不客观点点 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